那我第一个要先给各位看的是 这个是我们的社团 那各位应该已经习惯使用这个社团了 那我基本上会为我的每一门课都开一个社团 所以各位有什么东西 新的东西我会放在这个上面 所以各位请常常来看这个社团 那Facebook有个好处 有讯息他会自动通知你 那这是我们的社团 那第二个是我的网站 我的网站里面我会为每一门课写一本书 通常是这样 那所以呢以这门课而言 我教了两次 那所以我已经大致上的主题都写了内容 有一些还没的 那所以我希望说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OK 那这里面讲的不见得是正统的 那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另外是加上我搜集的一些资料 那这里我写一些研究生应该遵循的流程 或者是像这边 那怎么寻找主题 指导教授研究方法 那有些还没有 像指导教授这部分我还没写 那怎么样寻找论文 那读论文我还没写 那怎么样撰写论文 这些我大致上都有去写相关的内容 那所以像举个例子 各位最常碰到的问题 像这样 那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是硕士生 你一年级可能会 一开始想说我把课修一修就好了 但是当你一年级只修课的时候 就代表你一年级可能 没有去找研究题目 或者是没有去找到你的指导老师 不过我们系上应该有规定 在启动考的时候就要找指导老师了 对吧 那即使你找了指导老师 可能你的题目还不知道在哪里 那这边 你的那个时间 就会有一个压力 那另外博士生的话会更严重 因为它不是两年 它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 这样的状况会更严重 不过我们还没有博士班 所以还好 那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被转载很多次 所以如果你去网路上搜寻一下这篇文章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一大堆转载 那这些转载应该就是 就是这篇文章比较有共鸣 所以就有很多人转载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 不过我写的有点黑暗 所以你看过不用太在意 它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 那所以 那个博老师那边看得到画面吗 还在开机 那等一下我重切一下 不过这一台好像看不到 所以可能换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一篇 因为它的看的人比较多 那另外有一些像在这个参考文献里面 我会放很多别人写的相关的文章 那举个例子像这一个 The Illustrated Guide to a PhD 那这个是Mathemate 这个老师写的 那它是一个 它很多人把它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 像那个 这个福哥也是另外一个大学的老师吧 那他 他 就把Mathemate这一篇翻过来 那各位应该听我讲过 所以 这个各位应该 都听过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原文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那天讲的那个点 好 这样清楚吗 这不是我讲 是他讲 那我们只是转载 这篇在网路上我看可能有几万个转载 所以是蛮值得看 好 那他还写了 我今天才去看 他还写了一系列的 就是好几篇 那比如说 研究生应该读什么 书 研究生 就是你 你如果念博士的话 你可能会失败的十个方法 是什么 OK 那 怎么样念 Compular Science 职工 或者是 或者是 那个 那个工程类的 怎么样念 那 Asthesis is a proposal Asthesis proposal is a contract 就是 就是 一个 一篇 论文的提案 各位 各位 在 去年 我们 系上还需要论文提案 但是我听说 今年好像 规定改 黄老师知道这件事吗 已经改 现在是改成怎么样 变成不需要在一个学期之前提出来 那就是 我记得好像是 口试之前 对 前两周提出来就来得及了吗 至少是两周之前 OK 好 目前改得比较宽松 那之前 我们所上是 要求一定要 前一学期先提 Proposal 就是计划书 那后一学期 你才可以 才可以 提 口试 那 也说 口试会分成两段 一个是计划书 和口试 那一般博士都是这样做的 那硕士我们之前 也是仿照这个方式做 那 我相信那个 后来改应该有讨论过啦 其实他有精神就是说要 这个 你的研究的题目 事实上是 你的指导教授可以理解 那 不需要在一个半年前 所以去讲一下 你一个Proposal 或者你要做什么 你一定要可能会在 那个指导教授 认证你的一些研究 那当时你要认读口试的时候 你必须要 或者其他的口试 那在认读这个 入园口试之前 有一个审查的步骤 这个指导会可能类似 我们的 院教授 比如讲院 院务会 然后去看你的 一些相关的资料 入园 就是我们的意见 规模 这些会做一个 这样的指导 OK 好 那题目的部分 你要去做什么题目 或者是 你要做什么研究 最后要按指导 什么的意见 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会跟关系 比较密件性的 指导相效 OK 所以现在等于是把权力呢 交回到指导教授手上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那 前几年我们不是这样做 那这样做跟不是这样做 有好有坏 那 前几年我们的做法是 要提proposal 也就是提计划书 那而且在提计划书的时候 通常这个人的研讨会的论文 往往是已经发表的情况之下 才提计划书的 不好意思 我再补充一点 所以可能会有一个附带的一些规定 就是你必须在你做一个 第一个学期的风雨期中考 还是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前 你要不要指导 你不是要确定你的指导教授 所以找指导教授要在起中考 第一学期的起中考之前吗 不太确定这个确定时间 那第一次就说可能比较早就要确定 ok 那 这个是 这个是去年 就是之前我们也是这样规定了 那可能主要改的是在那个proposal这一段 这一段有改 那这个找指导教授在起中考前 这个是前年就已经这样规定 所以可能这一段大家应该比较清楚 但是proposal没了 但是proposal没了的话 那个就是投稿发表的部分有取消还是没取消呢 投稿的规定好像这个规则还是有留下来 投稿的规定还是有留下来 就是它是那个proposal ok 投稿的规定还是留下来 所以就等于是只有proposal取消了 那投稿的规定还是有 我知道各位同学最近有没有收到一些 我们做事的DM规定之类的 如果没有的话 也许我去那个西班那边 调一下最后到最白的档 然后大家跟这同学 好 那就华老师 如果你那个网址 有或者是那个有的话 你再帮我们贴到社团里面就好了 那这样子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 因为既然规定有变动的话 大家清楚一下会比较好 那这个影响是会有影响的 比如说如果规定proposal的时候就要有投稿 那你势必要在二上的时候就已经做好论文投稿完毕了 但是如果是规定说毕业前才需要有投稿 那你就只要在毕业前投稿被接受就好 但是我记得好像这次 这次似乎又再放宽了一点就说 即使毕业前你还没有发表 但是你你应该是应该是已经 已经有投稿的动作 可能他他也会采迹之类的 那你们自己再去确定一下 那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注意的东西 有念研究所跟念一般的大学或之类的是不一样 那所以建议各位多看一下这边人家怎么念研究所 那到底念研究所应该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那这个我今天就先不急着看 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是怎么样子来写论文 怎么样子用word来写你的论文 那所以我先各位 这个视频就会关于你的节目 这个视频就会关于你的节目 现在看到的主题就会发生 文章席梁 谢谢别看 logical 哥们 不先观众 同步 词